穆国兴知道何县长那边的情况 心中一乐 这个事还真是巧了 副书记要把这个工程给开远公司 副省长的公子呢 又亲自跑过来 要把这个工程给东正公司 这个事可还真是有点可笑 幸亏两方介绍的不是一个公司 要是一个公司呢 麻烦可就大了 双方都各自介绍了各自的公司 这里边可就有戏场了 想到了这儿 穆国兴对何县长说 省力县长啊 你知道我刚才接到的是谁的电话吗 就是咱们省委的那位副书记啊 他也帮我介绍了一个开远公司啊 我正想跟你打电话商量一下 这个事该怎么办呢 没想到你那边也来了一个厉害的人物 看来是书记对书记 省长对县长啊 这个戏有的唱了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咱们怎么去应对啊 哎呀 我都快被他逼死了 你还有心情开我玩笑 穆书记 要是两家都介绍一家公司 这确实不太好办 两家各自介绍一家公司 你不觉得可以做点文章吗 您的意思是 哦 我明白了 明白了 那这出戏 还是您唱主角 我唱配角吧 您是书记啊 我的党姓告诉我 什么时候都得把自己置身于党的领导下 您说呢 我的木书记 何县长在电话里 拜堪玩笑着说着 心想这个木书记 还真是不简单 这个难题被他轻易的就化解了 一边想着 不由得哈哈大笑 你这个胜利县长啊 那好吧 既然你让我唱主角 我就勉为其难 你陪他们到我的办公室来吧 到时候唱戏的时候 你可得配合好啊 千万不要让我唱了独角戏啊 何县长挂了木国卿的电话 回到接待室 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对杨公子说 哎呀 杨公子啊 你说我们这县 好不容易拉来这么一笔投资 木书记在里面费了多少力 吃了多少苦 咱们先不去说的 事情刚定下来 这打电话的 地条子的就分支塌来 搞得我和木书记是一刻都不得安生啊 这都是来头不小 谁也不敢得罪 你说我们这怎么办呢 我刚才把您的情况向木书记做了汇报 木书记呢 想请你们过去谈一谈 你看 怎么样啊 什么 让我去他的办公室 他以为他是谁啊 杨公子在听到何信长的话后 不由得心从活起 你去给他打电话 就说本公子 在此恭候 那个杨公子嘴巴里叼着一支烟 满脸瞧不起的神情 看着何信长面露男色 同来的圆白丽的军师 把嘴巴凑到杨公子的耳边说 杨公子 我们是求他们的 先忍一时之气吧 就去那看看他 去瞧瞧 这个人是不是三头六臂 我的杨公子 神迹 小不忍 责乱大谋啊 咱们还是去吧 那个杨公子略微沉思了一下说 好吧 那本公子就去 去去去 去吧 去吧 好吧 何县长啊 你带路 去那个啥来着 啊对 穆书记那里 去他的办公室 见到杨公子终于肯一架 同来的圆白丽 老何 以及何县长 都长长的出了口气 来到了县委大楼 已经接到县政府办公电话的穆国新 早就在会议室门口等他们了 见到这种情景 杨林的气 稍稍平复了一些 毕竟这个穆国新 等在这儿 说明他还是尊重自己的 双方寒暄介绍后 来到接待室坐定 杨公子就对穆国新说 穆书记啊 没想到你这么年轻 就是一个县委书记了 我可听我爸说了 你可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啊 经济学硕士 又在国务院大机关里工作过 是个人才嘛 他还说 如果你任期满后 能留在宁北的话 凭你的能力 和取得的这些政绩 当个地位书记 还是问题不大的 小弟 我可是羡慕不已啊 哈 杨公子 你是咱们副省长的公子 见多时光 有些事情还需要你多多关照啊 哈 好说好说 那个杨公子见到穆国新 这么说话 心中大喜 他以为穆国新 真的想靠上自己这棵大树 有求于自己 只要穆书记 能帮兄弟这个忙 我一定在我老爸面前 替你多美言几句 并安排你和他见见面 谈一谈嘛 他就我这么一个儿子 在这方面 他是最听我的了 去年 穆国新厌恶地 看着这个夸夸奇谈的 顽固子弟心想 你老爸才是个副省长 你真以为省委组织 不是你们家开的呀 也不知道 现在有些官员是怎么了 就喜欢相信这些弄神弄鬼的 杨公子 我谢谢你的美意 这个忙呢 我确实想帮你 可是 我们县委县政府和对方 才签了合同 工程的施工 全部由对方负责 我们只有监督和检查的权利 即便是我和胜利县长 豁出这张脸去 能够争取了一部分工程 可是接下来 却也不好办 这个工程上盯上的人 可不在少数哦 我听何县长说 像他那打电话 递条子的 就有七八家了 我这儿呢 现在有个八九家 你说就算是人家给我面子 我估计最多也就能是 百分之十的工程量吧 那你说 现在这十七八家了 今后会不会还更多呀 这些人都是有来头的 我们这个小小的宝和县 是一个也开罪不得呀 如果这样一平分 一家也就是一个 一两千万的工程量 放在你眼里 您也瞧不上啊 你说是不是啊 何县长 何胜利看到穆国星在这 装神弄鬼 糊弄杨公子 心里一阵阵的发笑 心想 这个穆书记 别看他年轻啊 糊弄这个绣花枕头 还真是一套一套 何县长连忙应试 哎呀是啊是啊 穆书记说的一点都不错 我也正为这个事头疼 才一两千万的工程 不说人员和设备来回折腾 就是别人看也不好看呢 一个几十亿的大工程 你才拿到一两千万的活 这不是让人耻笑吗 知道的还好 不知道的还以为 你杨公子没本事呢 您的面子也过不去啊 何县长这个配角演的 还真是恰到好处 人家的话 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你一个堂堂 副省长家的大工子 亲自跑到一个 几十亿的工程上 结果只拿了一个 一两千万的活 这传出去还不让人笑 或死了 以后还怎么混呢 穆国兴不由的 暗暗佩服这个何县长 一些高官子弟 不重重别的 就是天生好面子 在京城有多少 这样的高官子弟 就是因为面子上的事 一步走错步步错 到最后不光连累了家人 自己也没一个有好下场的 越是顽固子弟 就越是好面子 这是一个千古不变的规律 何县长也就是抓住了 杨公子的这个弱点 才这么说的 但是也要防止这个杨公子 不按常理出牌 霸王硬上功啊 果然那个杨公子 听了何县长的一番话后 马上就急了 人一急 说起话来 可就结结巴巴的 原本长得并不算太难看的脸 也变得扭曲 就听到杨公子结结巴巴的说 莫书记 何县长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你们毕竟是在我 宁北省的地盘上施工嘛 难道宁北省就管不了他了 不行 我就亲自去找那些公司的老板们 和他们谈谈 把我惹急了 老子让他们干不成这个工程 大家一拍拍两算 我吃不上的 别人他们汤也甭想喝 这一番话呀 充分地暴露了这个杨公子 顽固子弟 不学无数的本质 一个行业 有一个行业的规矩 官场也不例外 穆国新和何胜利 相互看了看 穆国新开口说道 杨公子 你如果想去找双龙集团 我们也不反对 不过 这个几十亿的修路工程 在省委可是挂上号的 那个双龙集团的背景 你也知道 我可是听说 这个双龙集团 光是支援国家军队建设 就卷了一百多个亿啊 都受到了中央一号首长的表扬 他们可是拥有强大的军方背景 如果你贸然去把这件事搅黄了 要是上面追查下来 这个后果我不说 杨公子你也是很清楚的 那个杨公子刚才一阵火起 他确实是想找双龙集团 设在宝和县的办公处 闹上一番 听到穆国新这么说 他马上消停下来 心想 哟 还是人家木书记有水平啊 这件事情 叫真被自己搅和黄了 双龙集团撤资走了 别说省委那不好交代 就是军方也饶不了自己啊 他可是知道那些 兵痞子们的厉害 上次就因为自己的一个小兄弟 仗着他老子是金山市的常务副市长 酒后在大街上当众调戏了一个女军官 哎哟 被一群当兵的从家里掏出来 关到军营里七八天 家里是费了好大劲才把他弄出来啊 出来的时候 硬是用担架给抬出来的 人都不成样啊 想到这儿 杨公子不禁道歇利口凉气 哎哟 幸亏人家木书记把自己拦住了 否则还真是要出大事 杨公子此时 已经全然没有了刚来时的傲气 他眼巴巴的瞅着木国星说 木书记啊 还是您高明 不过这个事您总不能让我白跑一趟吧 我老爸的面子 您还得给一点吧 否则你怎么向我老爸教的呀 木国星看到这个杨公子心想 本来自己想用这个办法 把他打发走就算了 让他知难而退 嘿 没想到他把他爸搬出来压我 既然如此 那就让你们狗摇狗斗一下吧 真是天作孽 有可活 自作孽 不可活呀 想到这儿 木国星说 杨公子啊 这个事情呢 你也不能太着急了 我呢估计 人家能给我一点薄面 要个三两亿的工程来 可是其他的那些人 我就没办法了 这些人 不是我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惹得起的呀 哎 但是您就不同了 你老爸是我们宁北堂堂的大省长 这点事还不是费吹灰之力吗 到时候 除了双龙集团自己的施工队伍外 只有你一家宁北当地的施工队伍 那面子 可就上去了 再说了 两三个亿的工程量也不算小了 恐怕你在宁北全省 一年都碰不着一个吧 这个时候 坐在沙发上一句话没说的县长和胜利 突然插话了 对对对 我们牧书记可真是说到点子上了 这样一来啊 我们的压力就减轻了 到那个时候 那些人在打电话来写条子找我 我就有的党了 我就可以说把工程交给你杨公子的公司来做了 看他们哪个敢和你争啊 牧国兴和何胜利两个人一戳一唱 一吹一捧 把那个杨公子搞得是晕头转向 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他竟全然没有想到 省里那么多的省部级高官 不用说他了 就是他老爸杨副省长都不敢轻易得罪啊 人家牧国兴和胜利 都已经和他讲过了 他们县里是一个都得罪不起 那能是一般小人物吗 牧国兴这一条驱虎吞狼之计 不可谓不毒辣呀 这个时候 杨公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傲气 他架起了二郎腿 一翘一翘地说 怎么样老袁 我这个兄弟够根儿吧 你看这样可不可以啊 那个袁老板 那本来就是一个从社会最底层 依靠偷盗铁路物资起家的小混混 他哪会懂得这里边的玄机呀 本来以为这次已经没有希望了 但没想到最后还能拿下个两三亿的工程来 自己这些年白忙活才干不到两个亿呀 这一下就三个亿 哪有不满意的道理呀 他脸上笑开了花 那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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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杨公子亲自出马 牧书记的大力支持 这个事我就很满意了 不如今天晚上我做东 请大家一起乐呵乐呵 这个时候只有老袁的那个狗头军师 老何 心里觉得不太对 可究竟是什么原因 他也说不清楚 牧国兴和何胜利自然不会和袁白丽一起去乐呵乐呵 那个杨公子也早就想离开这个鸟都不拉屎的地方了 一看到牧国兴和何胜利拒绝了袁白丽的邀请 心中大喜 和牧国兴和胜利握了握手 就钻进了车里一溜烟返回省城去了 何胜利看了看兴高采烈走了的杨公子对牧国兴说 牧书记啊 我可真是服了你了 不过 如果这个杨林真的回去把那些人摆平了之后 你还真打算给他点工程干 他哪有那本事 不用说他了 就是杨副省长亲自出面 我看都够呛 等着吧 明天咱们两个还有一场戏要继续演呢 刘书记打招呼的那个开远公司的潘总 我估计明天也就应该到了 这场戏就需要你唱主角 我唱配角了 不过 你还别说老何啊 我今天才发现 你有这么好演戏的天赋啊 木书记 咱们是彼此彼此啊 双龙集团自从和宝和县签订合同之后 双方就成立了一个公司 叫做宝和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暂时设在了县委招待所的一楼 门前挂两块牌子 一块上面写着宝和县公路工程指挥部 另一块呢 写着宝和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的总经理 是双龙集团的实业总监李世勇 还兼着公路工程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 副总经理是宝和县交通局的代理局长 前锋 前锋呢 还兼着公路工程指挥部的副总指挥 这是典型的两块牌子 一套人马 两块新作的牌子在阳光下熠熠生辉